非常複雜,就在海外的華人很複雜 我已經再說了幾年了 大家想想當年印尼排華的時候 當時印尼華僑第一個去哪兒啊 去的是中國住印尼大使館 結果大家往那兒距的時候 能去印尼大使館的華人呢 都是有錢的 還有老婆有孩子或者有丈夫的 都是有頭有面的 甚至要不然到大使館在哪兒都不知道 結果到了大使館 大使館提前設立了格障 把大門全關起來 上面寫上去,很好 配合當地政府 不要給當地政府惹麻煩 大家去找去,這視頻都有 因為這人都聚在了駐當地國大使館 印尼來殺這些華人的所有當地的警察和軍人 馬上得知這個消息 他們就分幾波從周圍圍過來了 圍過來以後這些軍人在外面 大家去看看這個這個錄像視頻啊 然後呢,有人把帽的那個紫色的帽 貝雷帽拿下來啊 然後所有的啊 把整個的軍方啊 公公的私下的命令 割殺無論,中國不管 然後呢,就軍人把上衣脫下來 直接過去,當場強姦 輪姦 割陰唇,割乳房 然後當場燒死了 把棍子,把腦袋挑起來 這個蘇哈托家族 還有那個當時那個索哈尼將軍 你去查這幾個家庭 那當時就搶走的金銀手勢 純金的,純現金 他們就說上他們家去 燒他們,把東西拿走 有的人身上的項鍊 還有在印尼的華人 當時是愛戴腳鏈,全拿走 當時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去查一查 有多少人頭查了那幹什麼 所以說中國人第一個 到那時候發生了 你到中共駐各國領事館 現在有一個幫你的嗎? 如果你不相信我 在你所在國 你去當地的中共駐你國家領事館 看幫不幫你